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上节课铺垫了这么多 那么让我们这节课来正式的讲解一下壁包 好,我们就在这个文件里面 好,我们定义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我想把它表示是一个抛物线 所以我们叫Curve 好,叫CurvePray 好,然后在CurvePray的内部 我们再定义一个这样的一个Curve函数 好,也就是函数的内部 我们再定义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我们就叫做Curve 我们都先用这样的一个站位符给站住 好,那么这样的一种函数里面 再定义函数的这样的一个写法 我记得我在之前应该是有给大家演示过的 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在讲练世朱镕玉的时候 给大家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 好,所以说这种定义的方式 不常见 但是确实是可行的 好,然后我们现在向大家提一个问题 我在函数的外部模块里面 我们可以调用这样的一个Curve函数 好,这里写错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CurvePray函数内部的定义的这样一个Curve函数 好,大家想想,不可以 我们可以直接来运行看一下 这里面会报错 会报这个Curve函数是找不到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Curve函数 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率 仅仅是局限于CurvePray函数的内部 我们在外部是不能够直接去调用这样的一个局部的 这样一个函数的 好,那么现在假如我在这样的一个CurvePray函数的内部 把我们定义的Curve函数给返回回来了 这样RetangiveCurve可不可以 肯定是可以返回的 因为我们上级课讲到过了 函数是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返回结果 被另外的一个函数给返回回来的 这可能是没问题的 但是此时这样做的话 你返回回来之后,函数会报错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需要首先调用一下CurvePray函数 然后得到它返回的客户 然后再调用就这样 我们用一个变量F接收这样的CurvePray函数的调用结果 那么现在F就是这样一个客户函数 好,那么从这个示例里面 我们印证了两点 这两点的上节课我们都有讲到 第一个就是函数可以作为一个返回结果 被返回回来 第二个是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函数 复制给另外的一个变量F 这两点我们上节课都讲到了 这里得到了印证 好,那么这样的一个调用会不会有问题 我们看一下 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现在的F实际是一个函数的端 那么我们如何来调用这样的一个函数 很简单 F因为函数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变形 因为F是一个函数 所以说我们在后面加这样一个括号 就可以执行这样一个F函数了 好,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没有报处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示例 它这个客户函数的内部 加上一句话 然后我们再调用看一下 这样会更加清楚一些 没问题 对不对 实际是调用这样一个客户 好 那么这个并不是我们要讲的币包 大家首先要明白一点 币包的概念是和变量的作用与有关的 那么我们进一步的来演化这样的一个例子 好 我们现在改写一下我们这个客户 客户它是一个曲线 我们这里把它代表成是一个 我们把函数的内部来实现一个抛物线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想一想 抛物线的公式 我也快忘完了 它应该是Ax的这样一个平方 加上Bx 然后我们再加C 这个是一个抛物线的一个完整的公式 好 那么也就是说对于客户函数 我每输入这样一个X 然后它通过这样一个Ax的平方 加Bx加C 最终的反过一个Y 这个就是我们客户函数的一个定义 好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它简化一下 retain一个 相当于客户函数通过输入X 把Y的值给反回回来 然后这里我想我们简化一下 好吧 我们把后面的Bx加C 这个项目都给它去掉了 然后Ax Ax的平方 我们把它变成Ax乘以X 然后这里A加一个型号 好 我们把后线给简化一下 就是A乘以X乘以X Ax的平方 好 那么我们现在把X 通过这样的一个函数的传递进来 但是A我们是一个确定的事 然后我是把A定义在 这样的一个Curl函数的作用率的外面 好 我现在把A定义成这样的一个25 好 大家仔细看一下 我尽量的把这个给简化一下 好 那么现在我们的Curl Pre和Curl函数 都已经定义完毕了 我们整体的再梳理一下 好 首先我们定义了一个Curl Pre函数 在Curl Pre函数下面 我们定义了一个局部变量A等于25 好 然后这个地方 然后在Curl Pre函数的内部 我们又定义了这样一个函数 Curl 然后Curl它接受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就是抛物线的X去 好 然后Curl函数的内部的实现非常的简单 就是把这个X做一个平方 然后再乘以这样的一个A 然后最终把这个值当做Y值返回回来 好 这个是Curl函数的定义 然后我们看一下Curl Pre函数 Curl Pre函数 它并不是返回一个具体的值 而是把Curl 作为这样的一个结果给返回回去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定义Curl Pre函数的话 我们拿到的将是一个函数 而不是一个什么具体的值 好 那么如果你不理解这样一个抛物线的公式的话 我的一个建议就是 你不用管什么抛物线 你也不用管这个函数的命名是什么 你就把它记住 我这里就是输入一个X 然后求A乘以X乘以X的值 就这么简单 你不用管什么抛物线了 好 那么这里除了我刚刚说的之外 大家一定还要在非常关注一点 就是A这个局部变量并不是在客户的内部 而是在客户的外部 大家注意 它是在客户的外部 这一点对于理解币包来说的话 非常的重要 好 然后现在我们试着来完成一个抛物线的调用 取得Y的值 好 首先我还是按Curl Pre 调用Curl Pre函数 然后Curl Pre函数 它不需要常用任何的阐数都不断 因为它是个空 好 然后我把Curl Pre 返回到我们的一个变量F里面保存起来 好 那么当我用F 然后括号的时空实际上就是在调用Curl 对不对 好 我们随便给X传一个值 比如说我传一个2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打印的结果 好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 我们应该能够推算出最终我们打印的结果 我们要打印一下 讲是多少 Y的值 应该是100对不对 好 看一下是不是 好 果然它得到了100了 好 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 大家理解起来一点都不难 因为大家只要按照我刚刚讲的一个思路 总是能够推算出它的结果来的 但是我们现在看一个现象 假如说我在模块里面给A的值改了 我把它改成10 好 那么大家请告诉我 现在实行的结果是多少 好 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 好吧 我们看一下 Curl pre掉了之后会返回这个Curl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这里 如果我们掉用F2的话 实质上我们是不是可以等价 有掉这样的Curl 是不是等价有掉上这个Curl2 大家觉得是不是 确实它就等价有掉了Curl2 按照我们之前的理解 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把它等价有掉上Curl2的时候 然后我们看一下Curl2 好运行Curl2 2传进来 然后A乘以2乘以2 对不对 好 那么A的值在我的客户里面是没有定义的 对不对 好 那么如果我们在一个函数里面没有定义A的话 会发生什么情况 好 那么这里我们先卖个关子 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到一个简单的环境下面来看一下 好 我现在在C10模块上面定义一个变量A等于10 好 然后我再定义一个函数 我把函数名叫F1 好 然后它接受一个参数X 好 然后这个内部我们还是做同样的处理 A乘以X 再乘以X 好 现在我来调用一下这样一个F1 我把2传进来 大家觉得它的结果是多少 好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我们调用2之后 它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将是40 我们看一下 这里没有print 我们print看一下 大家要有些耐心 我尽量把这样一些比较扯上的概念 给大家讲说的很清楚 好 40度不对 因为我们之前说过了 如果全部变让A 它找不到这样一个取值的话 它会去它的上一集的链式的作用域里面 去找它的这样一个A的取值 所以说这里是10 好 这个例子大家能记清楚 我们回到我们的C9这里来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刚刚说了F2 它实际上是等于客户2 对不对 按照我们刚刚的这样一个推论 在客户的内部 同样的A是没有取值的对吗 所以说 客户如果找不到A的取值 它应该是取A等于10的 对不对 好 所以说现在 如果我们调用这样一个F2的结果 最终它应该 和我们C10里面演示的情况是一样的 对不对 应该是40 但是我们看一下是不是的 好 不是 它还是100 为什么还是100 想也能够想到 我们调用客户的时候 它的A的取值 依然是在C9P上面的A的取值 并不是我们在这里定义的A等于10的取值 好 那么这个就是笔包的现象 好 那么这个现象我们再来完整的描述一下 虽然客户并没有执行 它只是作为定义 被返回到了我们模块中 但是当我们在模块中去调用这个客户的时候 它的内部的A的值并不会去取模块中的这样的一个变量 而是依然是取的 它在定义时候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变量 注意说是环境变量 这个名词大家要记住 环境变量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样的一个臂包 好 那么我们尝试着用语言来定义一下这样的一个臂包 所谓的臂包 在Path里面 我查了些资料 在Path里面的臂包的定义 就是说是有这样的一个函数 以及它在定义时候的 注意我是说的是 定义时候的这样的一个外部的环境变量 所构成的一个整体叫做臂包 一旦这样的一个函数客户和它的环境变量 A形成了一个臂包之后 那么这个函数 它在任何一个地方调用的时候 它都不会受其他的这样的一个 比如说A变量重新复制所影响 它还是会去引用它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变量 我们把这个概念给大家简单的写一下 臂包的实质是等于这样的一个函数 加上它的这样一个环境变量 然后构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臂包 好 大家跳出这样的一个具体的实力 来直观的感受一下 臂包它的这样的一个重合翻译 其实还算是很形象的 包对不对 把函数和环境变量包在一起做了一个封闭 封闭了之后 它就不会再受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外部的变量的影响了 非常的形象 好此外我们一定要强调 所谓的环境变量 它一定是要在定义函数的外部 如果你把A定义在客户的内部 这个不叫做臂包 如果你把A定义在客户的内部的话 你就是直接返回了这样一个函数 它并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个臂包 好 同时还有一点大家要注意的 这个A它不仅仅是在客户的外部 它还不能是全局变量 我们可以看一下全局变量的这样的一个实力 如果我们现在把A等25移动到外面来 好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调用它 大家觉得结果是多少 好 我们直接验证一下就可以了 对不对 好 我们会发现它不再是100了 它是40 A的值被改变了 为什么A的值被改变了 因为这里没有形成一个臂包 所以说A的值是会受影响的 好 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更加直观的 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臂包 因为我们说了 臂包是函数加环境变量 实际上来说的话 当我们return客户的时候 它并不仅仅的是把客户函数 给你返回回来了 它实际上是返回的是一个臂包 也就是说它把函数和环境变量 都给你返回回来了 那么臂包的相关的参数 是放在哪里的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东西给还原一下 还是这样一种形式 好 那么臂包的环境变量 它的实际呢 它是保存在这样的一个 f.cloyer 保存在这个f.cloyer 这个内置的变量里边的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结果 好 看到没有 这里是有一个对象 它并不仅仅的是这样一个函数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 实际是实际的是发布了一个臂包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 把这个臂包的环境变量给它取出来 这样大家能看得更加的明显一下 我想想是怎么取的 好 这样 第0个 然后呢 是它的一个cell content 我没听错了 看一下cell content 好 我们看一下 运行看一下 好 大家看到没有 好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 这里我们有三条print的语句 对 分别打印出了三个结果 第一个是这样的一个 我们所说的这样的cloyer cloyer臂包 好 然后我们可以关键是第二个 打印 第二个 我们看到打印的结果是25 25是什么 25是客户第一时候的环境变量 25 它被一起携带 放在cloyer这样的一个内置变量里面 一起返回到了我们的if 里面来 这样我们在调用cloyer 53的时候 就可以拿到这样一个a的当时的取值 好 同学们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比较抽象 我们先做一个短暂的休息 大家下去了之后 好好的再把这个过程给回顾一下 币包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 好 同学们 那么我们下期课再见